我们来有请下一位 好庆喜 34岁 南 河南人 河南大学生物工程专业 各位老师好 各位企业家好 我叫好庆喜 来自河南丹城 有过多年与国内 顶级食品企业合作的经历 多次深度参与公司的产品迭代 包装迭代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个人具有比较强的抗挫折能力 应变能力 逻辑能力和沟通能力 今天希望通过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寻求一份偏营销方向的管理港 培训师 猎头顾问 或各位老板认为我能胜任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你好 你的倒数第二份工作 为什么比最后一份工作的薪酬高了将近一倍呢 我在公司的话我是区域经理 我们基本上业务员的收入都能达到 最起码能达到这个水平 从技术转为做市场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做技术还是一个小白 转型之后 其实包括这个介绍能力啊 沟通能力啊 社交能力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适应吗 我大概经历了有一年的一个适应期 干得怎么样 区域经历 区域经历的时候还可以 2012年北京天津市场它的市场销量是大概860吨 到2013年我做了一年市场销量是1300大概1316吨的样子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实在是做市的人 这个看长相已经是蛮有感觉的了 那你为什么要走呢 因为我当时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投资这个原有位公司 他是一个其中的投资人 他多次给我介绍 就是有法律问题的这家公司 对 当时没有意识到 因为这个事情大概损失了 我后来算我有75万多 现在不那么宽宇 所以要重头再来是吧 对 对 对 我看你的家庭成员里面有母亲 妻子 女儿 儿子 工作的位地点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 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当人的需求降到一个最低的层次 那个生存需求的时候 我想我还是应该站出来去保护我的家人 你好像对于最后一次被坑并不痛苦 他可骗了你不少钱 而且你正是需要钱的一个中年男人的时候 怎么怎么眼圈红了 就在这一次失利的过程当中 家人跟着你受苦了 是吧 就是怎么说呢 从我真正做营销的那家公司出来之后 基本上这几年经济状况是秩序的恶化 是因为有很多非常要好的朋友 同事 同学 他们在帮我支撑 这两年的经历也是促使我这一次再出来工作的一个重要动力 我也不介意把这两年的履历给大家展示出来 有的时候真是在一个比较难的时候 到时候连孩子那哪份钱 可能我都需要找 那你没打算去告那家公司吗 那骗你的 再起诉 再起诉了是吧 我从来没有认为它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 我想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两面性 它不好是结果不好 但是如果说我们能积极地从这个过程中 吸取一些对我个人成长 或者说个人认识上补充一些不足的话 我想是好的 你面试的是营销管理 培训师和猎头顾问 第一个我可以理解 培训师你干过 我是我们营销系统的内训师 那那猎头顾问呢 你为什么会想做猎头顾问 是因为库尔特老师 他有一次烈羊羊那次 可能是库尔特老师的一种沟通方式 他的一个逻辑能力 后来会利用 收获粉丝一枚 真的是库老师的 因为个人魅力改变着别人的职场方向 好伟大 你不要这样我现在压力很大 说明你的审美有脸 问你 开玩笑 你真想做猎头是吧 我非常慎重地在 为这个事情我非常慎重地考虑了 我也找人咨询了 所以你容易受骗呢 所以你前面都被骗了钱 以为的话库尔特总说 我一百多万两百多万 库尔特还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猎头 要不然能上我们节目吧 但是猎头好业没有那么好挣钱的 对 但是没那么好挣钱 没有你想那么容易 其实很多的时候 尤其我们要做猎头 你要知道 有一些人的话 其实根本就不用回答 坐在这里 拿着吉尼斯记录的严厉支援专家 你觉得 还说我的水平不行 明显就是老板的眼光不行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 什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专家 不 咱们非你莫属 那是我们节目跟你有啥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当时我就是坐在这里 而且我也有一张证书 你不换概念 我告诉你 那张证书我们所有人都有 对啊 所以说明我们 牛鸭也有 对啊 所以说明我们的节目是有公信力的 好好好 好 可以 人家好不容易收获一枚粉丝 咱们别打击人家 对啊 只允许你们收获粉丝 人家就不行嘛 对不对 人家就这一枚 我珍惜 要多珍惜 你真的觉得他那个是 你是他的粉丝吗 还是只是那一次节目 你喜欢了他一下 没上升到粉丝那个地步呢 我是傅老师的粉丝 每一期我都看了 你想表达什么 东东 把话说明白 我是觉得你很棒 我觉得你这一次的话你的评价非常的精准 你提升了 秦秦既然你这么喜欢你其实都可以找到他你就找工作就完了 我有找到他们而且我真的给库老师的直海领行投简历了 然后人没要你是吧 我觉得你今天其实应该是奔着上风来的 因为我这个职位不能招人 我明白我明白 对有我一个人力资源专家最需要做的猎头工作的第一个基础就是要把普通话学好 那叫王上风不叫王上风 对吧 人家说的很对 我们要做一个没有挟持的人 好好好 你要求薪资多少 如果是营销管理和培训师 就是你干过的 我倾向于在两岸以上 底薪哦 对 我自身有过多年的一线市场经验 同时我又有过 就是跟别人合伙做生意失败的经历 又有过自己做生意 目前来说不太成功的经历 你这个逻辑是有错误的 我告诉你们 我们一般招聘的时候 你是不能拿你创业失败的经历 作为你一个职场经历来说的 我认为失败的 它就是结果失败了 那个人如果能从这个失败的经历里面 能提取出来一些有利于能升华我自己人生 升华我的思维的 我觉得它是非常有价值的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 他虽然失败了 可是他是能从中学到经验和教训的 而不像有一些其他选手 他会把这个失败归咎到 这个是其他人的问题 或者是失败很多次都没有总结到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没关系 你有你的逻辑没关系 你坚持两万的底薪 我可以听一下 阔老师的建议吗 来 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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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时候压力很大 因为如果是说你在原来的行业的话 我觉得你坚持这个薪水的话 我支持你的 但如果我们转行的话 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我建议你把你的薪水调到 一万二左右 这样可能会更加地合适一些 那我接受阔老师的建议 我可以提前调到一块儿 绝对粉丝 绝对粉丝 真粉丝 我能感受到就是 他在听取专家意见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快速冷静 去做了一个判断 应该听专家的哪些点 我觉得这很明显是因为 他个人的以往的工作经验 还有他的个人非常成熟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 以及他的真诚的个性 那如果是做 你从来没做过的猎头呢 你要求底薪多少呢 这个在这一块儿的话 我真的 我们再听一下库老师的意见 我真的想听一下库老师 来 我们真的 我也真的想听一下 其实他目前这个阶段的话 的确是可以从这个助理顾问 才开始 多少 你建议底薪多少 那目前的话应该是 八千是可以的 八千 对 接受吗 我选择接受 好 有酷尔的词 来 第一轮选择去 他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段演讲 是的 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沟通是倾听的艺术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两种人 第一种人 他们是沟通的明星 口若全合 滔滔不绝 但是他却让我们产生望而却步的感觉 不愿意 有的时候会不愿意与其沟通 第二种人 他们侃侃二谈 细心倾听 积极回应 但是他们不是明星 但是很容易拉近我们时间的距离 让我们产生与其沟通的欲望 其实他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他在一对一沟通的时候 为人非常的真诚 而且呢 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都非常精准地表达了出来 没有绕弯子 但他的劣势也是相当明显的 就是他在演讲的过程中表现的控场能力 表达能力 感染力 这些东西呢 恰恰是他的这个短板 我们要消除消极情绪 这有助于我们 继续提升 良好的沟通环境 提升沟通效率 抛转引玉 希望我的分享 能为大家接下来的生活和工作 带来一点启发或帮助 谢谢大家 主要是你的内容性 我觉得没有抓住我们 而且从一开始 你没有表明说 你这个沟通的心理艺术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我们是不是有听下去有欲望 你没有完全 你完全没有要勾许我们听下去有欲望 整个讲述太平实了 如果说通过这个演讲 你要应聘这个培训 培训师岗位来讲的话 我就觉得不太合适 有点像那个贝克文 气血 你如果做培训师 你的激情不够的 我很紧张 我是刚才是 再放松点 再放松点没关系 刚才是托一老师前段聊天 让我能够成功地把这段内容给表述出来 就我内心里面非常紧张 是很不利于我正常的发挥的 你是做过 你是做过内训师的呀 因为太紧张了 大脑一片空白 你多看看库尔勒 你多看一下这个 因为酷所以很特别 叫库尔特 也不是安慰你啊 你先讲 与其说你这是一种紧张 不如说是一要脸 我觉得是一种债务 有些人不要脸 有些人面对哪儿他都不紧张 他没有敬畏感 上台就张嘴什么都说的 那也不行 那叫不要脸 对吧 库尔特你说呢 我说你说的特别对 对 然后胡老师就从来不紧张 对 库尔特从来没紧张过 对吧 这个我来说一下 跟紧张没关系 你肯定你那个培训啊 水平太一般了 我真心话 我都听不进去 你知道吗 他培训的时候下面人会笑死 首先会睡着 千禧 如果涉及到了这种的市场 或者是商务拓展 这样的一些岗位 你是想继续留在你原有的行业 还是说你对于跨行业 比如说涉及到的教育行业等等 你觉得你会介意吗 跨界 我今天对所有的工作岗位 都是开放态度 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 还有三盏灯 来 写牌 招商顾问 工作地点在北京 底薪是8000 主要的工作呢 是做市场或者是渠道拓展 底薪是12000 销售跟这个有一点管理了 一万起薪在北京工作 好的 谢谢你 好 考虑一下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有请詹建伦 罗平 谈钱不伤感情 一万二号 这种薪酬还要谈吗 我暂时不谈了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张总 我到贵公司的话 那个职业发展通道 我们有销售的 销售对象不是大众 而是一些大企业 国企电厂 钢铁厂那种工业性的 跟你以前的工作可能有点相关吗 所以我 匹配度还是比较高的 好的 谢谢 那个建伦啊 其实你可能是对我们这个职场不太了解 因为他是本行业呀 然后在你这个专业上 其实你不应该给这么低的薪水 因为你这个是比较匹配的 所以你的薪水至少 因为刚才他的薪水被你赖低了嘛 所以我配合你刚才的结论 对 所以我为了叫你不做出这个错误的决定 至少的话你得加一点 另外我觉得你也应该给一个小目标嘛 到底他一年在你这能赚多少钱 不要只是写个加嘛 我看他能力嘛 我也没有底他能赚多少啊 不能保证嘛 所以实在一点 能不能加两千上去 加一K吗 加一K是 两K嘛 真的 这个市场价2K的话真的是不高的 那就听理了 啊 好的 好的 可以 同善如流啊 把它体现出来 把它体现出来 你看 我还得给你当秘书 写得好一点吧 对对对 还得当秘书 来 写一万三就行了 过尔克对待粉丝的这个我们是看出来了 对对对 好 提交了吗 好好好 这边有问题要问吗 罗总我也想了解一下我的职业进行通道 核心的工作就是你个人的销售能力和渠道拓展能力 然后当你做到一定阶段时候呢 我们整个的销售组可以交给你 你可以变成我们的销售经理 好的 谢谢罗总 考虑一下 要听他的意见 我想听一下 胡老师的意见 我觉得还是做本行业可能获取会更好一点 如果我是你我会这么选择 但是最后的这个选择权还是在你自己的身上 好的 谢谢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薄奇环保爱学惠思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薄奇环保 我进入企业之后的话 可能要首先学习这家企业的 他们专业的一些知识 一些处备一些专业的技能 然后结合我过往自身的一些技能和素质 能够尽快为企业做出我英勇的贡献 我来看看 你们看 我来看看 我让你 我们看 你们看